把布滿灰塵的桌面擦拭乾淨 廚房也要整理 開小吃店20多年的檢太太 第一次遇到這麼大的地震 天災遇上了 還是得面對 雖然店早就交給兒子經營 74歲的檢太太還是過來幫忙 整理了4、5天 終於準備恢復營業 另外這家早餐店是檢太太的女兒在經營 地震當時瓦斯跟廚具倒成一堆 地震就是大家都往外跑 然後你隔天來看的時候 我們廚房的東西整個都倒 然後前面的碗盤也都倒 連續6天沒能營業 損失慘重 檢小姐打起精神 整理店面 希望能夠盡快重新做生意 趕快恢復以往正常的生活 這也是許多在地受災民眾共同的心願 大愛新聞 張貴丹 蔡玉凱 花蓮報導 除了心靈 現在往外邊轉 梁阿佛 花蓮